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微信仙士及各位熟悉善知识 造位的重要性 关系到一家的和谐 关系到一家的平安 曾经 在南陀草藤有某一家的医院的 医师 老板 他做古神经 全家人的腰痠背痛 就到生活室来 求王陈老祖说 到底他在 什么地方患了我这个问题 我用意谱挂 结果发现白虎荒洞 白虎荒洞 来刻他的饰咬本身 而且是属于活 我就跟周月医师说 那你这一个造位是不是在 白虎荒 他对 他的店面是这样 他的造位在虎荒 这个白虎荒呢 是属于火 所以他做古神经 受不了 每天刀子在这里切 在这里火在这里烧 火火过剩 就上到自己的高方 然后接到 做古神经 他说对 奇怪怎么这样呢 我请人家看 说这样是最好啊 因为你房子只有这样 只有排在那里 没有地方可以排了啦 所以我 告诉他你最好 移过来 移过来这边 移过来 然后这里有屏隆挡住 移过来 那你就好了嘛 这边是青龙荒 是水 清了水水 水火积寂 你回去 赶快改 调过来就好 所以 这位医生 应该大家好朋友嘛 好 儿子也都是老祖孙子 回去就 调过来了 过了一两个月以后 到生活室来 前脚很高兴了 师父啊 我们这个都好了 回去我第二天就把它移过来了 也不要看日了 最坏 也没有那么 那么坏了 所以我赶快移过来就好了 这个风水学 家里的风水 家里的灶位 关系到 家里的平安 若是 我们的灶位 错了 有人 灶位他就在中央 在中共 在这里租 中共是心脏病 中宫 现在很多人 你开店 你开店 你可以把灶位 移到尽量移在龙边 这边来组 就好 这边有冲的 用冰箱挡住就好 我们不冲嘛 没有关系 你要做生意 不但你生意做了 赚了一千钱 还不够你的吃药 这个是一般人容易忽略的 所以改于在这里来 有时候我去 外面 去吃饭的时候 看到店面人家有瓦斯鲁 排错了 我会告诉他 你最好能排那边比较平安 结果反映的都非常的感恩 王谈老祖的吃碑 祝福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